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6月18日,欧国杯精选数据华尼茨赛前分析,荷兰对奥地利,荷兰火力十足,自2016年以来,荷兰有八将各项赛事,至少能收获两球,并且三球或以上的长次,亦达到五场那么多,其效率超过六成,球队进攻十分猛烈。 荷兰枉绩处于绝对上风,荷兰过去五次跟奥地利交手,都大获全胜,当中得失球比为15比5。可见荷兰整体实力在奥地利之上,亦是后者多年来的黑星,今次荷兰球员心理上毫无压力。 紫面实力PKO地利说上加商,虽然荷兰主力之一,的云迪克恩商无缘参赛,但球队仍有不少五大联赛球星助阵,迪比同伟拿道姆等人,都是效力球会中的重要一员。 前者曾只用50场比赛为国家队贡献34个入球,后者经验丰富,盘带技术不错,除此之外迪列治,同法兰基迪庄等人,亦已经能够独当一面。 在阵容方面,没有太大问题,而奥地利紧面实力上,本来就要比前者差一当。 并且当中主力之一的亚拿奥杜汇,仲因上将失言被停赛一场,这个模仪令奥地利整体实力再受打击。 我们战果预测,荷兰3比0奥地利。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,和赞我们的page。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信。 多谢你的赞,和支持。 赞,和赞,和赞赛,和赞赛,赞赞赞,赞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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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�